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想要来做一个歌单的分享 主要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 四五月份呢听的比较多的一些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我一般听歌听的比较多 主要还是在YouTube和网易云音乐上面听 但是还是YouTube偏多吧 因为网易云很多时候因为版权的问题 在海外没有办法播放 所以今天分享前面如果是在YouTube的歌的话 可能会需要大家自己去找一下音源 OK那第一首呢是这个 上一次小屋的歌单分享里面推荐的这一首歌 我当时就是看了它的视频之后 搜了这首歌超级疯狂无敌喜欢 然后也是运用在了我后面的很多个视频的BGM里面 然后这一次呢我也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直接来给大家听这首歌了 这首歌呢听起来呢就是比较慵懒 然后调子比较慢一点这种 我觉得它很适合大家放松的时候去听 因为你听完感觉之后心可以平静下来 所以你在学习前如果觉得自己心价很浮躁的话 可以先听一下这些歌 然后呢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应该是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猫的树 它是我很喜欢的国内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拍了很多短片真的都很好看 然后这首歌它之前有用在他拍废启明和张若男主演的一个小短片里面的时候 用作BGM 就当时看了觉得很浅很好看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猫的树 然后看一下那个视频 然后接下来分享的几首呢都是韩剧跟日剧里面的OST 主要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 就还在家里面比较无聊嘛 就开始翻各种以前看过的剧去看 去重温一下 也找回了很多那些剧里面好听的OST 重新再开始听 那首先第一首是这个Hillard 特别特别甜的一首歌 我们有什么特别好多去介绍的 应该很多人看过这部剧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这一首歌的歌曲 我们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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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因为这部剧真的太甜太甜了 我看了很多很多次 然后就是很多画面都已经印在心底 印在脑海里 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 感觉都很甜 然后会止不住笑的那种 听到了以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过这部剧的人 会更有代入感一点 听这首歌 然后呢 接下来想要讲的这一首呢 是《当你沉睡时》里面的Oestie 是我们的Henry唱的 我们就也是直接来听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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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真的是可以填到心底的 然后歌词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下一首呢 这首歌是《戏子当当》了 然后也是一个韩剧 然后里面的江敏赫她唱的ICU 这个剧的话 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看过的人并不是很多 那我看过它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看完《请回答1988》之后 因为我特别喜欢李慧莉嘛 我就去搜了一下她别的剧 然后就顺便追了一下这一部戏子 这首歌就感觉很励志 也是很好听的 然后分享给大家 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轻胖很轻松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他整个旋律什么的都是很轻快的那种调子 这部剧的话就是在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下一个呢就是是一个日本的电影里面的曲子 这部电影呢是我前段时间重温的《与君相恋100次》 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每看一次可以哭100次的那种 它很多的点都可以戳到我吧 我本来也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人 就没有办法 这首歌其实就是女主自己作曲自己作词的一首歌 因为她现实生活中本身她也是一位歌手 电影就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吧 先直接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听吧 君がどれほど大切なのか 今になって気付いたの 君と百回出会ったとしても たとえ生まれ変わっても 百回恋するよ 这首歌听着其实还挺伤感的 女主的嗓音也是很清澈的那种感觉 这个世界变得特别的干净明亮 下一首就是《目光之城》里面的歌 大家对《目光之城》里面的歌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A Thousand Years》了吧 因为那首歌确实是最火的 但是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另一首 Edward他们婚礼的时候放的那首 就是Flyless Bird's American Mouth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 其实他这首歌的节奏是很轻快的 有那种小气馅的感觉 然后下一首歌呢 分享一首更甜的 无论是从歌词旋律节奏 然后到他整个歌 甜到心底 它是《冰雪奇缘》第一部里面的一个片段里的插曲 加上最近我在练这首歌的翻唱 所以听的次数也会比较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很快乐很快乐 听完之后心情超级好 跟大家也分享了那么多外语的歌曲 就是什么韩文歌啦 日语歌啦 然后英文歌 那现在我想要分享一首粤语歌 他的歌领比较老了 是陈白雨的《你瞒我瞒》 我最近听他的次数特别多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上一次小红书直播的时候 我也有放他 对然后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学习一门语言的话 其实可以多听听这门语言的歌 因为音乐它可以让你更好的有那个记忆点吧 然后学起来也会更轻松简单容易一点 因为我从小其实没有专门去学过粤语 虽然我妈会讲 但是因为我们家里面从来都是以普通话去沟通的 所以我从小没有好好学过粤语 稍微会讲一点点也不是很地道 也是一个小小遗憾吧 但是现在就是经常听一些粤语歌还蛮好的 OK那接下来我要分享今天这个视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了 它是一个东南亚的女孩的翻唱 是一个YouTuber来的 我之前上一次的歌单分享有分享过三个 我觉得很棒很棒的翻唱YouTuber 这一次的这一个呢 也是我突然发现的宝藏女孩 真的是长得也很漂亮 然后唱歌也很有自己的特色什么的 给大家听一下 I held your head back when you were sparing up And when you smiled over your shoulder For a minute I was turned cold sober I put you closer to my chest And when you asked me to stay over I said I already told you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get some rest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它 看它 听听看它别的翻唱也是蛮好听的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 那么今天的歌单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样的视频 可以的话记得要三连哦 然后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觉得好听的歌 在评论区或弹幕区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也可以码住这个视频多去搜搜 OK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